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色的话我们看一下色号101 然后呢 再来就黄色橘色慢慢的把它画完 那我找一支比较深的笔哦 示范一下如何画这个色卡 那首先我们的格子有 恒的跟直的线条 那我们在左边的 直的线条的二分之一 我先画一个点 那这个点把它画一个线 然后呢 在它的横线这个地方 画一个跟它差不多的线段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连起来 好 这就是一个三角形 那在画这个的时候 三角形的时候 你必须很用力 这代表是这一支笔最深的颜色 然后呢 在其他地方把它刷最轻的颜色 所以要很轻 非常的轻 好 那把这个刷好很轻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要做渐层 渐层做什么 就是说这支笔 它由深到浅 它可以画出多少颜色 那当然黄色系它就很少 因为黄色你很用力跟很轻 其实它的明示度并不是很高 越深的颜色它色阶越多 所以我们就画渐层 你的手越用力就越深 越轻的话就是越浅 这就是渐层 好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支笔呢 我可以画最深的颜色 最浅的颜色 它大概可以画这样的色阶 好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号码 这个号码是1078 那我们在下面的格子就写1078 好 那如果 因为每个人的笔不一样 如果你有24色的色签柄 你就要画23次 那如果是36色 你就要画35次 那这边有一张是同学的色堂 把它印下来 它这个是72色的 所以它画了71次 希望大家参考 谢谢